忙忙忙蹦蹦其他的地铁主播都是垃圾 这句话肯定你们不爱听 我也不爱听 这句话是来自一个粉丝投稿站跟我说到的 规划一下 本期有三个重点要说 第一吃瓜 为什么这个粉丝会这么说到 第二游戏里新出的新bug 而是透视的功能 这透视的功能简直就堪比科技 第三福利赛究竟会在什么时候举行 然后会维持多久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听起来依依稀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全体击开门所有的一伙 证明粉丝会这么说 说到的原因是举姐发现一个无敌bug 为了夸见举姐这个bug 他就贬低别人的主播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行为 所以后续我就有说了他一番 希望他以后不会这么做 不过因为他是举姐的粉丝 所以我在这就跟毛毛毛 还有蹦蹦说声道歉 我也希望举姐的粉丝 以后都会很有素质 这个bug就是一个透视bug 全全的透视 你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敌人的位置在哪 不过很可惜的就是这个bug 只能用爱地铁 我们来看看举姐的粉丝 是如何直接卡成功的 耳华不说上视频 这个bug呢 试试过了只能在地铁模式进行 静点模式呢是不存在 所以这个透视bug是不是修复了鬼跳 还有狗动的后遗生 感觉可能性很大 所以如果想要尝试的话 可以赶紧去尝试 要不然等一下被修复了 我也不知道好 说完吃光还有bug 现在我们来说福利赛的事情 举姐说了 举姐呢最近已经涨够了钱 已经可以开始办福利赛了 所以啊 最近啊几乎每一部视频啊 都会有关于到福利赛 只要你们把举姐最近的视频啊 都给看个遍啊 举姐等保证你们的福利 很快就降临到你们手里 而且啊在昨晚今晚 还有明晚啊都会有福利赛 你们不想错过任何福利赛的 记得是看到这部视频 里面也就有细数 福利赛的规则还有条件 所以不想错过的 可以去看一会去 还补充一下 如果举姐最近这几部视频啊 都有连续破2万以上的话 福利赛呢 那直接会从手册奖励啊 直接提升到车皮奖励 所以啊只能说你们看举姐视频啊 只有一无害 看举姐视频啊 有时候你还会需要新的东西 有时候呢 你还能获取奖励 这件事是美的 当然举姐要你们一人一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 关注小姐 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